关系也都没有回到台湾 所以这个缴费的话就卡在那边了 后来也就好像有点遗忘他 三年没在台湾工作的熊熊 美公司保劳保 一规定就要付国民年金 不时会收到政府缴款通知 有时候想起来就缴 忘了就算了 很消极 是因为他觉得这钱缴出去 没帮助 现在的通货膨胀这么的严重 说不定那个时候 随便一碗面就要200块了 那这样子领个2万块 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2007年开办 到现在已经15年 但很多人还是很陌生 简单说就是有工作保劳保 没工作保国保 年满25岁没工作者 一旦离职失业劳保被退保 没多久就会收到政府通知 也因此被戏称是失业惩罚金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好像之后都会破产 不然也是没有工作 如果没有工作 就很强制一定要找这个国民年金 那可能对这些人来说 也是一个负担 同样觉得是强制收费 这位王先生曾有两年半时间 在大陆工作 回台后也被国家追过债 但白赖不搅 小心配偶被开罚 被罚3000 让林先生好气好气 说配偶您所得也在50万以下 痛批根本是压倒人的 最后一根稻草 那如果有提出相关的证明 比如刚刚讲的 您所得会打50万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不会做后续的裁法 没有但按照限期缴纳的话 其实我们不会去做一个强制催收 而是给他一个失联不缴期 每年随机对200名国保欠费者 及配偶分阶段发出催缴通知 未在期限内缴轻会吃上 3000到15万罚单 但外配中低收身账放宽 罚还作为被保险人 给付用途 根据统计 去年保险人约285万人 没按期缴纳款项者 约六成 扣掉国保 十年补缴宽限 仍有四成 没缴期 交出去的国民年金 不会因为通膨影响给付金额 只是欠费不补缴 之后领到的钱也会跟着变少 若有正当理由 可申诉别丢了权益 TVBS新闻 正声为吴轩彤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